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是Kevin 上节课我给大家讲了AI对象的靠近行为 在实现具体行为的过程中还实现了AI对象的控制类与AI对象个体行为的积累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实现AI对象的其他个体行为 我们先来看一个示例 这个示例实现的是AI对象的离开行为 离开行为在游戏中也经常用到 如角色攻击一个怪物 当怪物的血量减少到一定值的时候 怪物就会逃跑 这种逃跑就是离开行为 我们先运行起来看一下离开行为的具体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四个怪物刚才离我很近 现在他们朝我的反方向随机的移动 然后离我越来越远 就是在逃避我 现在我们就先来实现这个行为 现在我们就来实现这个离开行为 先打开我们上节课的项目 还是在script下面的AI behavior文件夹中 创建一个叫做fladecs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 我们这个类是实现AI行为的一个类 所以还是继承自我们的AI behavior这个积累 离开行为和靠近行为正好相反 靠近行为产生的是一个靠近目标的力 而离开行为就是产生一个操控AI角色 离开目标的力 所以这里大部分的代码都跟靠近行为相似 所以这里还是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目标 不过离开行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叫做感知范围 这个范围是当目标进入AI对象的一定范围内 才产生离开的力 这样就可以用来模拟AI角色的有限感知范围 我们给这个参数取名叫做 Fair Distance 给它负一个初始值 一个20的范围 好了 剩下的代码跟靠近行为很像了 先初始参数 然后实现计算力的方法 先获取对象自己的位置 因为我们在平地上移动 所以还是一样的忽略掉歪轴 再获取目标对象的位置 还是一样的忽略掉歪轴 现在就来计算是否需要离开 我们用Unity自带的计算方法来计算它们两个位置的距离 当自己的距离与目标的距离 大于逃跑距离的时候 就什么也不做 否则就逃跑 然后将计算获得的 利返回 大家一定要注意 虽然两个类的代码非常相似 但是这个地方很重要 靠近行为是用目标的位置减去对象的位置来计算速度 而离开是用对象自身的位置去减去目标的位置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好了我们去验证一下这个代码有不有错误 先返回到Unity界面 然后将这几个怪物身上的脚本替换成刚才我们写的这个脚本 然后调整这几个怪物的位置 现在位置我调好了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怪物离我很近 在逃跑的范围之内 所以一开始它就跑了 当我移动 进入其他怪物的逃跑范围的时候 其他怪物也全都朝我的反方向移动 可以看到每个怪物都已经全部离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离开行为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靠近与离开两个简单的个体行为 下面我们来实现一个叫做抵达的个体行为 抵达行为与靠近行为十分相似 靠近行为是在AI对象到达目标位置后 继续在目标周围徘徊 但是我们在开发赛车类游戏的时候 需要控制AI对象移动到目标位置 并且在快要到达目标位置的时候慢慢减速 直到停在目标位置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抵达行为的势力 关掉这个项目 在这里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们把编辑界面用来观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白色的球形圈 这个圈就是抵达的范围 当这四个怪物朝玩家的坐标移动的时候 一旦进入了这个圈 他们的速度就会慢慢减弱 我们还是把项目运行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只怪物 它现在速度非常快 当进入圈之后 它的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直到到达玩家的坐标 然后完全停止 你看每一只怪物都是进入圈的速度跟在圈外面的速度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抵达行为 现在我们还是来编写代码实现这个行为 停掉这个项目 打开我们编写的这个项目 一样的创建一个CS文件 取名叫arrive 打开 编写方式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吧 计程至 AI Behaviour 设置一个目标对象 再设置一个减速范围 在start里面初始化 积累的参数 还是删掉update方法 重写我们积累返回lead方法 先获取目标对象与AI对象的距离 复略掉Y轴 计算向量的长度 判断长度是否大于我们减速的范围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一个临时向量 这里如果AI对象与目标对象的距离 大于减速范围 那么就不降低它的速度 获取预期速度与当前速度的差值 当它们的距离小于减速范围的时候 就降低AI对象的速度 将计算得到的值返回 为了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理解减速范围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将减速范围画成一个圈 让它在图像上体现出来 这个球体的位置 我们将它绘制在目标对象的身上 然后球体的大小就是减速的范围 好了代码我们写完了 现在我们还是去看一下我们写的代码有不有问题 去运行起来看一下效果 还是打开我们设置的场景 将这几个怪物身上的脚本替换成我们刚才写的抵达脚本 更改一下这里减速范围 将它设置成10 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们在编辑界面来观察这个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圈 就是我们刚才画的那个减速范围的那个球体 这里有四个怪物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这四个怪物在圈外面的速度 跟圈里面的速度有什么差别 你看这只怪物在圈外面跑得很快 进入圈内的时候速度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这里每只怪物都是这样 在圈里面的速度跟圈外面的速度完全不一样 速度会越来越慢直到完全停止 这就是我们的抵达行为 接下来我们去实现一个追逐行为 当AI对象想要拦截一个正在移动的目标时 追逐行为就变得很有用了 当然最简单的追逃方式是向目标当前位置靠近 不过这样会显得智能对象很笨 追逐是需要预测逃跑对象 在逃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位置或方向 然后追逐对象朝着那个偏移位置移动 在移动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自身方向来缩短差距 这样才会显得追逐对象很智能 现在我们就去实现这样一个智能的行为 还是创建一个文件 取名叫Pursuit 打开这个类 继承智能行为的积累 设定目标 出使积累的属性 重写返回力的方法 我们的追逐行为写的是否成功 这取决于追逐者预测逃避者的运动轨迹有多准 如果逃避者在前面 追逐者面对着他 那么直接向逃避者当前位置移动就好了 否则的话我们需要去偏移追逐者的方向 让他面对着逃避者再向当前位置移动 我们先来计算对象到目标之间的距离 再计算对象当前朝向与目标朝向的夹角 这个直接用Unity提供的算法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将对象的朝向传进去 将目标对象的朝向也传进去 就可以获得一个夹角的值 在这里 如果目标对象与追逐对象的朝向夹角 大于0 并且追逐对象基本面对逃避对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移动 这里的基本面对是 当逃避对象的反方向 与追逐对象朝向的夹角在20以内 我们就可以认为追逐者是面对着逃避者的 所以这里我们来判断一下他们之间的角度 如果夹角大于0的话 并且他们是基本面对的 所以他们的朝向角度要小于20 这里数值0.95的鱼弦值的角度是18 当它小于18 我们就认为它是基本面对的 而满足以上的条件就直接移动 计算人预期速度 直接返回操控项链 直接返回操控项链 如果不满足以上条件 我们就需要去计算追逐者的朝向 并且改变它 然后再来计算预期速度 好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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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好 我好 OK 好 返回操控向量 这就是我们的追逐行为 在这里有些代码中的算法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明白 我会将它的注释详细的写在代码里 上传到网盘中 大家去下载下来看一下就明白了 我们还是去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看一看追逐行为的效果 打开Unity编辑器 删掉两个怪物 依旧保留一个怪物身上的抵达脚本 将我们刚写的追逐脚本 放给另外一个怪物 这里少一个参数 我们去看一下代码 原来是目标这里我们 我们需要把目标写成公共的参数 好了 我们将追逐对象的目标改为另外一个怪物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这一个怪物在向角色靠近 而追逐对象在向它移动 你看追逐对象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方向 这就是追逐脚本的作用 追逐行为是一种有预测性的行为 大家可以在场景中多放一些怪物 去观测一下它们的移动路径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我会把课程中的原代码加上注释放到网盘中 大家抽时间去看一下 好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